这是一个黑暗的反乌托邦世界 英雄被唾弃 反派则被封为领袖 正义和邪恶的概念被刻意地模糊 道德的底线一落千丈 而就是这样一个多多的未来 老年美队史蒂夫·罗杰斯 在卢克凯奇所率领的捍卫者的帮助下 救出了只剩下脑袋的托尼 并共同发现了红酷漏的阴谋 而复仇者和红酷漏的大战也即将到来 大家好,我是对账 下面我们继续复仇者黄昏第五话的故事 在史塔克大厦的秘密实验室内 红酷漏已经穿好了盔甲 并且他要求詹姆斯称呼自己的本名 约翰 詹姆斯看到屏幕里的扫描结果 表示这道盔甲太神奇了 拥有着远超这个时代的技术 并且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病毒或者AI程序 他不明白红酷漏从哪里搞来如此完美的盔甲 红酷漏看上一旁的傲创电脑 有些玩味地表示 这是一份来自认识他们理念盟友的礼物 但很可惜 这位盟友依旧不忘在里面留下一些小手段 詹姆斯有些疑惑 因为他已经检查过了 没发现盔甲里有任何的威胁 但他也注意到红酷漏的盔甲似乎在漏油 但红酷漏对此却并不在意 他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 让他快去穿上盔甲 并表示 今天让他们一起拯救美国 于是 詹姆斯顺从地离开了房间 但在詹姆斯走后 傲创开口了 他指出 红酷漏要跟就没有打算履行他们的约定 而红酷漏倒也坦率 他说 机器本就应该服务于人类 他绝不可能让奥创在自己死后 玷污属于他的东西 人们将他视作怪物 但他其实是英雄 他的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给人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奥创则表示 红酷漏并非英雄 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他内心的自负 他想要的就只有权利 只是全人类臣服于他 他永远不会满足 而这一切都源自他幼师 因为不负责任的父母所留下的心理阴影 但奥创话还没有说完 就已经被红骷髅一炮摧毁 看着燃烧的电脑残骸 红骷髅表示 机器就该服从人类 而人类则应该服从于红骷髅 说完红骷髅便冲出了大厦 昆氏战绩内 复仇者们正疏离所有的情报 史蒂夫表示 红骷髅掌握着军队和警察 并且通过电视网络向社会 灌输了他的理念 再通过虚拟技术 伪造出一支复仇者 企图让国民相信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都是总统 而红骷髅则是拯救他们的英雄 非常棒的托尼也补充说 他在文件里还看到 军队攻打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计划 这时雷神依旧自信 认为当他们见到自己 已经重新降临后 会之难而退的 但鹰眼却不这么像 他表示 自己这些年在军队 以拟教割了他们的手段 他们通过大量的洗脑 让这些狂信徒都明白 自己在做什么 并且军队里的人都以此为荣 这让他们成为了 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人 一旦人们相信这道说辞 那他们对于真相 就会置入网闻 而此时的白宫 已经被雷霆偷工对战领 政府要员们 不是被挟持 就四处奔逃 此时的总统 正被几名士兵拿枪指着 但他依旧认为 扶导者会来营救自己 但这时 一个声音打破了总统的幻想 来者正是红骷髅 他表示自己有些坏消息 要告诉总统 面对床入者 房间里的士兵 现在没能认出红骷髅 他们刚准备阻拦 但却懒得解释的 红骷髅迅速杀死 总统尽量地看着 入侵者质问他是谁 而红骷髅并没有理会 只是伸出手 闪失了一道复仇者的 虚拟影像 并且表示 总统寄于厚望的 复仇者都是假的 他们被伪造出来 就只是为了让人民 拥有安全感 说完 红骷髅掀开了头盔 然而 面具下的景象 却让总统惊恐无比 只见红骷髅的双眼 已经被盔甲贯穿 鲜血不断从眼眶涌出 但红骷髅并没有感到 任何的不适 反而显得十分兴奋 显然 这就是奥创 留给红骷髅的小手段 盔甲赋予他力量的同时 也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不过红骷髅对此 却并不在意 他依旧傲门地表示 他如今也不再需要 残弱的肉体 他不会让一个懦弱的政府 孕育出一个懦弱的国家 总统此时已经闭上了双眼 但他的口中 又喃喃的说道 复仇者已经赶来了 他们一定会阻止他 红骷髅以为总统还在幻象 他刚想嘲讽 可这时警报响起 原来是真正的复仇者来了 战机上 卡玛拉表示 白宫已经被占领 史蒂夫尼克让托尼 前去营救总统 其他人则掉头 去保卫国会大厦 任务分配好后 托尼尼克便朝白宫冲去 察觉到复仇者正在赶来 红骷髅的眼中闪烁了凶光 他不顾一旁总统的哀求 手中撤出一道激光 贯穿了后者的身体 下一秒 钢铁侠破窗而入 当他看到地上总统的尸体 发出了惨痛的怒吼 但很快 红骷髅的声音响起 他大喊 钢铁侠杀死了总统 并叫喊了让士兵将其抓捕 动作了钢铁侠 举起红骷髅 冲出了白宫 但后者却发出了嚣张的狂笑 他一边嘲笑了托尼 渡刮可悲 失败了人生 他踩在脚下 托尼的儿子也成为了他的儿子 说着 红骷髅呼唤着詹姆斯 詹姆斯此时已经全副武装 并且不只是他 在他身边还有许多无人机盔甲随时待命 詹姆斯告诉红骷髅 他现在就过来 并且还让他转告托尼 他就该永远待在那个罐子里 说完 盔甲大军倾巢而出 国会大厦前 红骷髅的军队正在不断冲进大楼 嘴里不断叫喊着 让你们的人趴下投降 但突然间 雷神手举战锤让所有人都放弃抵抗 接着 卡玛拉挥舞着巨拳 垂飞着迎面的敌人 史蒂夫也扔出盾牌 打开了一条道路 此时的雷神高举双臂 引到澎湃的力量 使他手里的战锤直冲营销 接着 他让雷霆席卷了四方 将周围的士兵一扫而控 但即便雷神展示了压倒心的力量 被完全行脑的士兵也丝毫没有后退 他们认定 史蒂夫他们是国家的叛徒 是人民的敌人 感受了对面士兵狂热的情绪 史蒂夫深知 这纳粹思想影响后的结果 他这时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就是为了对抗这种思想 他立刻连续了托尼 然而立刻赶来增援 然而此时的托尼 正和红骷髅陷入僵局 红骷髅不断刺激了托尼 说托尼简直太可悲了 他失去了妻子 国家 还有儿子 但托尼并没有动摇 反而还发射了三枚导弹 企图偷袭 但却被红骷髅轻松化解 并且还反过来一个变招 将托尼打飞 然后红骷髅立刻连下 他军队的狂信徒 向你发射导弹 摧毁捍卫者的基地 并且杀死所有的反抗者 随后 红骷髅终于向托尼 说出了他真正的计划 原来他从一开始 就像彻底摧毁华盛顿 只有整座城市消失了 他才能建立全新的政权 托尼看了屏幕上 已经发射了导弹 他怒斥红骷髅就是个疯子 随后立刻冲出大楼 企图拦截导弹 而红骷髅看着这一幕 发出了嚣张的狂笑 托尼一边飞向导弹 一边将情况和史蒂夫同步 当得知总统死亡时 史蒂夫也发出了大事不妙的感叹 而另一边的鹰眼 这时也汇报说 军队正常副总统冲去 他们准备杀死了 政府所有的领导舱 史蒂夫立刻下令 让鹰眼和金星女士 前去保护副总统 而雷神很想表示 自己和史蒂夫完全可以 对付这群军队的时候 一道吐出血的能量炮 将雷神轰飞了出去 原来红骷髅已经赶到 他居高凝下地看着雷神 询问他身为神明 是否曾和一个国家为敌 听见红骷髅的声音 史蒂夫显得格外的愤怒 他的动作更加迅速 将四肢的敌人全部击飞 看着这一切 红骷髅也不由赞叹 史蒂夫不会是他一辈子的敌人 他早就对付过了一个国家 即便是他深爱的德意志 也曾被史蒂夫击溃 但红骷髅话风易转 表示当年的史蒂夫 是士兵们的领袖 而如今的他 只带领了一堆残兵老将 他早已不是自己的对手 而就在红骷髅得意洋洋的时候 各地的军队却发来了报告 并称并未发现捍卫者和难民 原来捍卫者早就得知了 红骷髅的计划 体验撤离了所有的伤员和难民 至于捍卫者 则早已经全部赶到战场 将军队杀到一个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 钢铁侠正在努力拦截所有的导弹 但导弹数量太多 他正不断向史蒂夫喊话寻求支援 但奇怪的是 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原来是詹姆斯感到 屏蔽了所有的信号 看到儿子 托尼不断说说自己对他的思念 还希望他及时停手 回头是岸 然而詹姆斯丝毫不信 反而操控了盔甲大军 朝托尼冲去 托尼一边应付了攻击 一边对詹姆斯说 红库楼即将杀死所有的人 但詹姆斯却认为 红库楼正在拯救整个美国 托尼之所以要阻止他 是因为他对自己有严重的控制欲 以及偏执的超级英雄执炼 并且詹姆斯还一直以为 是托尼杀死了母亲黄蜂女 自己变成孤儿都是托尼的错 托尼听完很难过 他抓住一个无人机 表示他也不想这样 他深爱着詹姆斯和他的母亲 他也明白 詹姆斯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 但是 人民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一切都应该以拯救人命为先 说着 托尼神试图破解无人机的程序 并且继续表示 红库楼只是在乎权力 他在控制所有人 托尼知道詹姆斯恨他 他明白无法轻易改变这一点 但詹姆斯也不应该将自己的理想 凌驾于人命之上 说完 托尼和詹姆斯再度缠络在一起 但这时詹姆斯发现 所有无人机突然失去了联系 他不久地看向无人机大军 这时托尼表示 多亏了詹姆斯一直沿用自己的设计 这使他轻松修改了所有无人机的程序 说吧 所有无人机立刻冲出 前去拦截导弹 而另一边 编达的卡玛拉将阴眼扔向 副总统所在的车辆 顺利救出了副总统 而史蒂夫和雷神也缠上了红骷髅 然而意外的是 身穿盔甲的红骷髅却异常的强大 他轻松就抵御了雷神的攻击 红骷髅解释说 他的这套盔甲远超史塔克科技 和黑手以另一种形式齐聚一堂 美队和雷神的发誓 这次一定要彻底击败他们 而托尼这边 他已经失去了还手能力 正被詹姆斯举着一顿暴揍 而盔甲也已经被打出了一个大洞 眼界无人机站在不断的拦截导弹 詹姆斯异常愤怒 他发疯般将托尼扔出 砸穿金脸背后 托尼重重摔在地上 这使得詹姆斯已经近乎疯狂 他怒口地表示 他们本打算以小部分的伤亡 拯救所有的人 但就是因为托尼多管闲事 红库姆斯一定会发射更多的导弹 甚至还可能动用核弹 而托尼表示 他们可以一起阻止这一切 但詹姆斯没有让他继续说 而是愤怒的一拳砸在托尼的脸上 一拳又一拳 还不断埋怨 是托尼毁掉了这一切 绝望的詹姆斯停下了拳头 跪在地上 一旁的托尼虽然已经奄奄一息 但他依旧将红库姆斯发射核弹的事 告诉他史蒂夫 史蒂夫文言 尼克让雷神前去阻止 卢克凯奇这次演让泰勒 将复联对抗红库姆的身影 向全国直播 至于他自己则穿上了外骨骼 亲自加入战场 枪林弹雨打在卢克的身上 完全无法刺穿他的皮肤 而这时 美队红库姆斯二人依旧还在僵持 红库姆斯表示 今天这个计划 他已经筹备了数十年 美队和他老弱残兵 是没法阻止他的 但史蒂夫却表示 即便他计划了一千年 阻止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 而听到这 红库姆斯突然笑了 原来红库姆斯发射的 并不是什么核弹 此时的雷神 看他眼前的景象 也像满事不可思议 刹那天 雷神和那个东西一同坠下 带来一阵巨像和大片的尘埃 红库姆斯的声音 这时再度响起 他质问史蒂夫 他知道为什么人民 如此痛恨H日吗 难道H日 真的只是英雄陨落之日吗 难道只是因为 这群英雄的武能 让人民对他们失去信任了吗 红库姆斯的美队和其他英雄 都是经典的美式自恋狂 随后 他吐露了真相 原来 他发射的并不是核弹 而是 已经被红库姆斯控制了浩克 当年的灾难 之所以被称为H日 正是因为浩克摧毁了一切 到此 复识的黄昏第四话就结束了 伴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 正邪双方不断亮出底牌 面对可怕的浩克 英雄们将如何应对 他没有该如何击败红库姆 并让这个扭曲的世界 波乱反正呢 那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